各地推出共同富裕措施 專家指 另有目的 中國大量青少年失蹤 專家揭背後合目 《富士康》再爆發集體抗議 當地人揭內幕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黃蓉 今天是11月22日星期二 下面是詳細內容 彭博社近日引述知情人士說 中共多個部門 響應習近平的共同富裕要求 提出多項政策 專家分析認為 這都是掛羊頭賣狗肉 彭博社報導 至少有4家國有控股的大型券商 和基金公司正在起草方案 屬世高層和基層員工工資的差距 香港至少兩家有中共國資背景的投資銀行 考慮平衡公司不同級別員工的工資 較早前 中共傳出 將會成立高政治人士管理局 即是針對淨資產 或銀行存款在人民幣1,000萬以上的人士 展開專項悄查行動 國家稅務總局今年年底 將會推出稅收管理系統 金稅四期 聯網核查私人和企業資金 這些措施都是因應習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 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報告 首次提及 規範財富累積機制 宣示要調節過高收入 取締非法收入 很明顯是要對富裕階層算賬 最新公布的2022胡潤慈善榜顯示 捐款1億以上的中國富豪人數 創下歷史新高 過去一年捐了728億 而2022胡潤百富榜顯示 今年中國富豪人數明顯減少 個人財富50億以上的富豪人數 比去年減少了11%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 藝肯商學院教授謝田 11月8日向《大紀元》表示 這些富豪其實是被迫捐贈 中共用各種方式暗示 要脅 要這些富豪被捐贈 幾年前一段火爆的影片 有一個年輕的院級小官 貴州單菜院長徐劉偉 可以令時任首富王健林 捐贈5億 捉見中共黨官和民營企業家的微妙關係 謝田說 這就是中國的現狀 現在習近平大權在握 他會用各種方式 要求民營企業家 將財富交出來 無論是送給國有機構 送給國家也好 令國有參股 進入董事會 各種方式壓榨財富 他說 中共現在堂而皇之地打著共同富裕的旗號 和之前的無產階級革命 打討號 分田地用的口號一模一樣 共同富裕就是軍貧富 目的就是為了搶錢 由大權在握變成大錢在握 控制全社會的金錢 謝田分析說 中國經濟下滑 各級政府財政策至嚴重 過去超法貨幣 有大部分握在貪官手上 中共手上沒有錢 但它也不敢再揽發紙幣 下一步可能會推出數碼人民幣 時事評論員岳山19號說 中共當局要推出所謂的共同富裕 一是嚇走有錢人 二是搜刮了不少民資 但公眾的疑問是 為何中共高層權貴家族 可以在這場共同富裕運動 絲毫無損呢? 岳山提到 江澤民家族都國資產高達千億美金 但他的兒子江綿衡和孫江智誠 從來都沒有上過富豪榜 其他眾多的權貴家族 兒孫也公開在商界運職多年 包括曾慶雄兄弟的子女 賈慶林、吳官正家族 誰都知道他們是富可敵國 還有更多未曝光的高官巨貪 從來都沒有人將他們排上富豪榜 岳山認為 當局要想去共同富裕這些權貴的秘密資產 其實更容易操作 在中組部早已有備案 但是他們會動手嗎? 只要將中共保護權貴秘密財富 力保擋過一條船不尋的真相揭露 就可以令這個共同富裕 淪為笑話、鬧劇 雷美時事評論員黃克說 中國貧富懸殊的根源 涉及到整個社會利益結構的重授 舉例來說 中共雖然一再宣稱反富 但是就遲遲不推動官員財產申報制度 可以想到它所謂的反富和共同富裕 具有很大的虛假成份 可以說是掛羊頭賣狗肉 想要解決貧富差距 這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中共獨裁統治在這個過程中 必須要解體 近日中國大陸多地出現青少年失蹤 引發社會性恐慌 很多人質疑 這很可能與動脈器官有關 綜合媒體報導 加著武漢市王波區 武湖正街光明路的14歲男童樓澳城 11月12日晚下樓扔垃圾 就再沒有回家 江西省上搖市原山縣的致遠中學高一男生 胡欽宇10月14日傍晚在校園失蹤 該案件的委託律師胡國慶表示 家屬提供的現場監控資料等證據顯示 致遠中學校內監控日誌 有刪除過監控資料的跡象 有網民發表消息說 湖南省邵陽市農會縣 由9月底至11月中 就有8名12至15歲的男女青少年失蹤 有網友羅列了近日不完全統計的 其他地區失蹤案例 據中國走失人口白皮書數據 2020年中國走失人口達到100萬次 為最近5年來最低 有人質疑 中共在全國安裝了幾億個監視鏡頭 又有健康碼、行程碼大數據 跟蹤定位每一個中國人 為什麼走失人口很少可以找回呢 前首都師範大學副教授 李玄華21日向本臺表示 中共貪腐治國 敗壞了社會道德 警察亦是無利不作為 他曾因家名標被盜竊報案 警方便直接說 我就是把案件破了 也沒有錢 見到身邊的例子全部都是這樣 所以共產黨做事 沒有利益的事不做 你份內工作 該做的 他也不做 微電影創辦人趙培觀察到 有幾個小孩的案件 派出所只是檢查了小區附近的監視鏡頭 至於動用手機定位 行程碼去找小孩 中共不會這麼做 只有封城 控制百姓這種政治任務 它才會運用大數據去做 這是政權性質決定的 即是說 一個共產政權 它不會在乎百姓的死活 也有民眾懷疑 青少年頻繁走失 可能與黑市器官移植有關 李玄華指出 好像這種青少年 一個好像鐵鏈女這種 被拐子佬賣到農村 有個調查 有些村 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結婚的對象 都是買回來的 那麼人口販賣是多麼嚴重? 還有一個就是賣器官 因為現在器官很值錢 所以將這些人搞到之後 他可能去殘害這些青少年 去賣他的器官 有時候甚至與一些執法部門勾結 趙培表示 整個所有中國人的DNA 中共已經接近都收集到手 再加上官員 做這個黑市就很容易做 其實真正能夠打開這個局勢的 就是當年薄熙來 江澤民迫害法輪功時候賣器官 但是大規模迫害 轉入地下的時候 他沒有關押那麼多法輪功學員的話 器官黑市就出現了一個短缺 所以 這就是民間黑市 與官員勾結 現在是這個情況 鄭州富士康早前因為疫情風控 上演員工大逃亡之後 20日 該廠在殷榮中央甘地公寓 再次發生大規模群體事件 大量員工聚集 將綠色鐵皮欄杆全部推倒 在上次工人大規模出走之後 中共政府很快就採取了行動 富士康表示 在當局的指導下 60防疫政策 對鄭州藏區的11個宿舍區當中的8個區 採取了封控措施 而鄭州居民政先生就向本台表示 中共當局封鎖富士康的原因 不僅是因為疫情 富士康員工現在很多都逃走了 現在沒有人工作 將他們圈起來 不僅是防疫的問題 還要強制勞動 鄭州富士康生產全球一半以上的蘋果手機 是河南省的主要納稅者和僱主 政府支持富士康這樣的企業 有自己的利益 為了留住富士康 中共當局動用了政府龐大的黨員 公務員和退伍軍人網絡 幫助鄭州富士康招募工人 據官方傳媒 上海證券部報道 河南東部的鄒口市一個鄉政府 就富士康面臨的招募難題 召開會議 並向幹部分配了招募指標 趙先生說 富士康員工現在很缺乏 當局就擺明到河南省各地 要地方當地政府 甚至包括基層的村幹部 每個村出一個人去富士康打工 他們就是母工人 中共此舉 明顯反映了中國經濟的惡劣情況 以及對蘋果和其他公司 可能將生產遷出中國的擔心 中共清零政策 令在中國經營的國內外企業 都已經困難重重 這些嚴格的封控措施 已經蓄使包括蘋果在內的 一些與中國有長期關係的外國製造商 將目光投向越南和印度等國家 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趙先生表示 他這個體制就是已經瘋狂 與民間的矛盾越來越大 現在大家都說 什麼都不相信 就是進一步的管控 我認為就是變本加厲 反正有型的 無型的 隱形的 都是強迫勞動 就是綁架 我覺得他內部的矛盾太大 他現在沒有其他辦法 現在就是飲澄止喝 在中葉島附近 搶走菲律賓軍方正在拖行的漂流物 菲律賓軍方正在拖行的漂流物 中共海警20號清晨 在中葉島附近 搶走菲律賓軍方正在拖行的漂流物 據《路透社》報導 菲律賓西部軍區司令卡羅斯 在聲明中說 20號上午6時45分 菲律賓軍方發現中葉島以西 大約730米的地方海域 有不明的漂流物 軍方前往調查 並且將漂流物綁在船上拖行 中共海警隨後出現 兩道阻擋菲律賓軍方航行 然後派出橡皮艇 撤斷艦繩 將漂浮物帶回中共海警船 四名中沒有說明漂浮物是什麼 也沒有說明中方為何要強行搶走該物件 不過菲律賓新聞社PNA 引述卡羅斯的說法說 漂浮物是金屬製的 和兩個星期前 在巴拉網島布桑加鎮發現的碎片相似 唯一是火箭碎片 以上就是今天帶給大家的內容 中國大量少男少女失蹤 令人心寒 大陸傳媒中新網湖北新聞10號的一篇題為 武漢協和醫院 同日完成三個兒童心臟移植手術 更令網民質疑 失蹤的人被器官配營 有網民指出 同日三個手術 需要同時具備這些條件 第一 三個兒童同時在24小時內死亡 才能提供三個心臟 第二 三個兒童公體心臟都配對成功 仔細想想 真是令人不寒疑慮 有網友感探說 地獄過了19層 也沒有那麼恐怖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